第一件事我們要操練 就是隨時敏感到聖靈 隨時敏感到聖靈 意思是什麼呢? 無論我們在這裡 或者在家裡 都是隨時一愛慕神 立刻感受到聖靈的臨在 有什麼幫助呢? 就幫助你自己祈禱 就不會覺得呼噪 會覺得沒有力量 不會覺得好像神很遠 而是會 隨時可以經歷聖靈的臨在的 我曾經說過有不同的可以做的事 就是放鬆人 整個人都放鬆了 想著耶穌愛我們 亦都可以從心發出 哈 Aleluia 哈 Aleluia 放鬆的懷抱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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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從心靈發出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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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鬆的人 有些人已經會感受到聖靈的林哉 首先我示範一下 我就不是叫你按手 我是叫你們站在他面前 站在他面前 但不按手 OK 就示範一下 你放鬆的人 我自己呢 兩個輪流的 如果你看到他身軟 你手可以放在他後面 但是自己要負責自己 為什麼呢 譬如有些人真的很快結 他自己要負責自己 就立刻蹲下 但譬如我站在他前面 我就是那個心 一路 那個心去歡喜神 好像靈魂湧去神那裡 感謝耶穌 阿 祂 神啊你和我們一起 kal span 阿 哈 阿 阿 神啊 神啊 在这个时候,尽量是一个灵的祈祷 如果大家留意,他已经在摇着 就是你用心爱慕神,他就会感受到神的能力 有些人就更加敏感,如果他更加敏感而很厉害 你的手就要放在他的后面,就是两个粗细 给大家留意,原来你身上都带着神的能力 但为何我还未叫你们按手,因为我们还未释放 那你操练的目的是什么呢? 首先是为一个祈祷,你的心投入 整个灵魂好像飞去神那里 整个心灵拥去圣灵,拥去神那里 然后当你祈祷一分钟左右,你就可以问他 请问你祈祷中有没有什么经历 然后他说他有的时候,只是鼓励你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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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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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